哈喽大家好我是雪山民 哈喽大家好我是火阿叔 今天我们入手了梦他们家推出的宝马拿铁 没有想到这么快了 他们又和宝马合作推出了新品 就是这款宝马HP4 RACE 嗯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啊 世界上首款采用全碳线微车架的摩托车 全球限量500台 落地近100万 就是把我卖出去都买不起啊 HP4 RACE纯竞技赛车 为赛道而生 不管进不进魔 这玩意儿都不能合法上路 哎 那反正真车那肯定是买不起了啊 所以就是买个模型来玩一玩也可以啊 当然对我这种手餐来讲呢 就是普通版就不敢入手了啊 那么这次HP4 RACE的约瑟版呢 还是可以搞一波的啊 定价依旧是499块 那相比普通版呢 贵了100块钱啊 但免交与伤色 对于我这种苏组玩家来说呢 还是非常友好的 哎等一下 嗯 你又买了几盒 那今天这期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同款的 MT-004S宝马HP4 RACE 嗯 总共三盒 作为奖母抽奖送出 哦 小老板大气 小老板大气 还不扣扣意支持一下 Pray nightly If you wanna taste bitch You can fucking try me If you wanna hate bitch No way to fight me And if you go and ate this You can fucking bite me I be cruising in my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 been working nightly If you think you'll win Ha Not fucking likely I be taking shots Yeah Core 作为月色版 打开盒子 就可以看到里面 已经涂装好的各种零件 无论更好的会员 不同部件的金属质感 板件之间 还采用了不同的金属色 进行涂装区分 并且基本上都采用了隐藏水口 另外 主对一体的 就是HP4的特点 全碳纤维车架 全部使用了水转硬 体现碳纤维部件的独特纹理 毕竟HP4 RACE 车身大量使用了碳纤维部件 以追究极致的轻量化 如果自己跌的话 也是个非常忙大的工程了 另外 单独包装的车体的外包围零件 则是在数转硬的技术上 再贴上了大面积的水贴 感叹一下工厂大门的手艺 像我这种啊 高达贴纸都有可能 贴外的首三档来说呢 这个 这样贴这种大块的就 还不如让我 这把老头换一命通关算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老头换一命通关 你可能也办不到 说开普通的板件外 套件中还有一个 独立包装的小盒子 主要是包括车头车尾 等其他车底零件 可以看到 里面的部件已经上好了光油 独立包装做到了 很好的保护作用 剩下的则是惯例给出了 金属石刻片 电镀零件的特殊的工艺零件 这次HP4并没有像之前拿铁一样 给出一组合金部件 例如油箱呢 就是直接使用了预涂装的塑料件 也是很贴合 使车大量使用了碳纤维 取代金属零件的设计 所以这次没有合金部件 也算是怀孕了使车的特点 之前也有说过 相比起传统的名模 梦这个月色版冰装系列 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相当大程度的 降低了制作门槛 让我这种平时只喜欢素素的玩家 多了一种选择 相比起月色版 普通版中是附属了两大让碳纤维水贴 无疑是对玩家的一种挑战 而月色版就直接把大部分水贴呀 金属色呀等等 全部直接给你准备好了 只需要额外准备一把剪钳和裂子 就可以完成拼装 像是细小的螺丝这些 在套件中呢 也事先给出了一把小螺丝刀进行安装 像是管线啊 这类的零件 则是需要使用到镊子 来进行一些细微的操作 梦这款镊子的手感还不错 对于细小的零件来说 也不需要使太大的劲儿 从发动机开始 到碳纤维车架 最后安装上外包围 即便是素素玩家 直接组装 也可以拥有成品级的效果 这一色的宝马HP4Race 在组合度上 相比之前的产品 有一定的进步 就整个拼装流程下来 还是比较顺利的 虽然说是免胶拼装 但是建议大家 自备一点圣水 有一些比较细小的零件 需要给它来上一点 万眼宝马摩托兹的品牌机种 观赏HP之名 即代表着高性能机种的型号 HP4以宝马SD122为基础 打造而来 4则代表着4缸发动机 为了追求集中的性能 车身70% 使用了大量碳纤维打造 在舍弃了前后灯 后视镜 以及侧车后 最终整车的重量为146公斤 说说每一台都有记忆 纯属的磁身技师 纯手工打造 本来是预定全球限量750台 但是由于纯手工打造的 工艺复杂性 为了保证产品品质 最终官方砍单到了500台 想不到砍单这种操作 或者是走到哪都能看到 分明到中国地区的HP4RACE 只有30辆 并且起售价就达到了7.8万美元 真不知道国内入手的大牢 得是什么样的家庭 我以为 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 有没有入手的 老板 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 就是有点过分吗 哎呀 对于我这种葡萄版格 真的就只能是仰慕了哈 但也很高兴 有厂家能够推出这款 宝马的巅峰之作 买不起真撑 来看看魔形 当是过把瘾了 这次春生以蓝白黑物主机调 是宝马品牌特征的颜色 看上去充满了经济感 对于高代玩家来说 这一种配色 也是会联想到不少的机体 可以在弹幕里说说 你会联想到哪一台咧 除开配色晚 HP4的线条也非常优美 延续了宝马经典的 杀居奇导流罩 彻底的预图装 让你很难想象 这是一款拼装模型 细节上也能看 一表盘部分水贴 体现各种细致的参数 车轮部位 使用金属石刻片 体现刹车盘 并且包括后轮 都给出了仿真的避震结构 这也算是 梦这个新年的一贯传统了 而这次HP4最为特色的地方 还是可以模拟实测一样 拆卸外包围 这一部分的模式都非常细小 拆装时一定要多多注意 拆卸后就可以看到 全碳纤维车架 以及拥有机密细节的 999CC直列四缸发动机 还有后悬挂 及串动机构等等 内构都精密的呈现了出来 那大家可以给这一款 HP4的车模打几分呢 最后要说的还是比例问题 梦这个系列一直采用的是 1-9这个尺寸 其实我比较好奇 为什么梦选择了1-9 而不是1-6或者1-12 这种常见的民用比例 这个比较难搭配6寸人偶 只能搭配一些差不多比例的手办 要是真想给他做个人上去的话 其实梦官方也有 推出适配的SPS-084赛车女郎 直至目前只有GK白模 需要自信打磨组装上色 用能力的同学可以尝试挑战一下啦 可能看多了各路大楼的民用模型制作范里啊 有的人会觉得民用模型非要自己上色才有灵魂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手艺 同时作为射注也不一定有分头的条件 梦这个月色版系列真的是个非常不错的思路 给我这一内只是想偶尔体验下民用模型的玩家 降低了不少门槛 听装文之后当一个摆件摆在桌上也很漂亮 不知道后续还能推出什么样的民用产品 期待一波啦 那最后也别忘记本期还有三盒同款的宝马 HP4 RAISE小品哈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我的动态 参与参与是一波手机 那我是小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